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近来动作频频 不仅跟馆长见面还相约要一起办游行 另外也爆出了他跟白色联盟接触 积极把触角往外延伸 不过他直到现在都还不对立委连任问题来表态 加上他日前才说不希望时代力量变成小绿 让人好奇他的下一步动向到底要跟谁合作 他是新闻的独家消息 黄国昌的新北立委选区民进党正虎视眈眈 前议员审发会已经叙事待发 等待党内征召 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日前宣布六月 就会决定要不要竞选立委连任 不过到六月底宣布选仍旧没答案 我未来个人最后的决定跟动向 我会在这个情谊之旅结束以后跟大家说明 委员你有信心吗 与众拜票这是去年的霸昌行动 当时下着太阳花的光环 禁立法院的黄国昌气势锐减 不少立委私下都表示黄国昌已经没要选 律委已经有议员审发会磨刀祸祸祸等待征召 森发会去年底担任苏贞昌选办的发言人 放弃议员的连任机会就是要等着挑战黄国昌 不过如果黄国昌继续参选 恐怕民进党在艰困选区会继续礼让 对于我来讲他个人的决定 民进党的什么决定我都尊重 继续把你们当小绿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继续被吃豆腐的感觉 这件事情我已经说过非常多次了 黄国昌近来积极向外拓展 先是早上馆长还要合体游行 又见了立场偏红的白色联盟 怎么走都跟时代力量渐行渐远 坚决不当小绿的黄国昌 牵动太阳花世代的政坛之路 记者李永平五乡三台北报道